四大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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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一場的演唱會幾乎一定都會有嘉賓 那我請來了很多像張惠妹小姐 五月天 蕭雅 玄拆玲 楊成林 等等 那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大天王 大家好 我們是四大天王 我是四大天王的羅志祥 今年十五歲 我是隊長 我模仿郭富城 當我知道你們相愛 有了開始 有了未來 好久沒有同台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世界就是這麼的奇妙 今天幾號 八月十三號對不對 十五年前的八月十三號 就是我們四大天王發行 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就是十五年前的今天啊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畫面出來的時候 是呈現了十六年前 我剛出道的那個畫面 那個最真誠跟什麼都不懂 然後很單純 就是表演的那個心態 重新在現在 在那一刻 重新的表現出來 重新的表現出來 有一種時光青春的身影 不停的搖我站在夢的面前 那你要聚集另外三個人 其實也滿難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 但是他們可以因為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幫我排開了他們原本的工作跟事情 然後一不容實地來參加我們的演唱會 那個我覺得是更真實的吧 因為畢竟那個是從我的 一開始的最早的組合 然後這些很熟悉的夥伴 然後唱這個很懷舊的歌 然後跟現在的觀眾 來感受一起回到十六年前 這四個年輕小夥子 所唱出來的恰恰的事 跟著夢 讓我們一起追 看錯就要勇敢讓 當時有很多的很資深的歌迷支持者 他們都感動流眼淚說 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現在還有機會 可以看到我們四個人站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家 跟著夢 我們每一步都不會膽怯 因為那奶奶非常的可愛 然後住在英國 然後不管是我簽名會 大型的演唱會也好 她都會來看我 那曾經也跟著我巡迴到很多地方 我也很開心 我的歌迷朋友們看到她 都會很熱情地照顧她 跟她聊天 那我看到她我也會 在台上很大聲地叫她的名字 讓她知道我知道你來了 我覺得那感覺是很溫馨的 我不知道我有什麼動力讓她可以這樣子來 但是我是用很真誠很感謝的心 去感謝她這麼的支持我 甚至她可能也不知道我唱的歌詞的內容是什麼 可是她可以跟著我的音樂的節奏 或者是抒情歌的旋律 跟著搖擺也好 或者是哼哼的那個旋律 我覺得那感覺是我很感動 就覺得非常的感謝她 早期的時候會覺得好開心 然後第一後面開始覺得 欸他們在喊叔叔 那叔叔是不是要來了 Uncle Uncle 然後如果真的來一個Uncle出來 欸大家好我是Uncle 他會很好笑 然後到後面呢 就覺得他們都知道其實我會算出來的 所以我都覺得他們也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夥伴 我真的覺得因為我真的有時候很擔心 有很多很多的歌迷朋友們 他們跟著我跑世界巡迴演唱會 他們從第一場的新鮮 第二場的期待 然後第三場的 喔 第四場的 他等一下會從那邊出來 第五場的 他下一首歌唱愛不擔心 第六場 第八首歌 開始完簡訊 你要 他們都知道什麼 什麼時間要幹嘛 幹嘛 我eron sizinle 我很擔心他們會看到膩 我都會訪問他們 你們不會膩 不會膩 因為你每一場都給我們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這是我剛剛說要表達出來的 你要我傳達我這次演唱會要給你什麼 我不知道其實 因為我不知道我在台上會怎麼樣 18種舞蹈有沒有可能變了20種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臨時又來了一個什麼 香港演唱會有一場很經典的就是 本來要Uncle要謝謝了 拜拜了 要走人了 他們還是一直講 拜託拜託 再來再來 我就來了一段舞蹈的battle Dancer的介紹 以及我的一些從小到大的 一些心路歷程變成Rap 然後後來一個人的Solo什麼的 他們也是覺得這是新的 感覺沒看過的 所以我很難告訴你 舞極限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很抱歉 我說不出來 我只能告訴你 你來了才知道 我跟歌迷之間的互動 其實就連很多的藝人他們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然後有一些新聞台也會播放出我跟歌迷之間的一些互動 不管是我的SFC的聚會也好 然後跟他們的相處之間 會真的很像朋友跟家人一樣 那印象比較深刻 當然就是在香港的一個簽名會 當時新聞台也是因為從網路看到這樣的一個視頻 然後也播出來了 因為我簽名只有一個宗旨 就是簽到完才離開 那那個商場也答應我 要簽到完才能夠離開 可是他在中途的時候就告訴我 必須要離開了 那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歌迷朋友們拿到我的專輯 然後大聲地告訴我說他們還沒簽到的時候 那我就覺得我這樣很對不起這些 排隊排很久的歌迷朋友們 所以我在那一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做了一個決定 雖然那個舉動是錯誤的 我拍了一個桌子 我真的表示出一個我的不滿 我叫歌迷全部跟著我走 我們到停車場簽 我一定會簽完才會離開 然後每一個歌迷就跟著我走 然後到了地下室 我把門打開 我在車上他們站在外面 然後我就把門一個一個把門簽完 然後這是我比較印象深刻的一個地方 因為羅伯對我們很好啊 羅伯來看班的時候會陪我們聊天什麼的 他說我們不是歌迷 我們是朋友 那一次我跟他去跑內地的雙船 然後後來我生病了 他每一天都有來問我說 有沒有看醫生 有沒有吃藥 有沒有好一點 但是過幾天之後我是越來越嚴重 結果半夜他就突然打電話過來說 你趕快要去香港啦 這樣之後沒辦法工作 你再不回去的話我以後不理你喔 他真的生氣 但是同時也讓我覺得 他是真心的在關心他的歌迷 然後還有一個城市也是辦簽名會 也是被迫取消 現場來了很多很多的人 可是我只簽了差不多兩百多位吧 就要被迫取消 然後看到很多的觀眾跟歌迷的表情是 對我很像要表達出他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的時候 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 我住了飯店 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會議室 然後我就請公司幫我去聯繫 包下那個會議廳 然後前我出 然後我告訴會長 去把這個消息發出去 然後讓沒有簽到名的歌迷朋友們 都可以很開心的回去 那隔一天更特別的 有一些人不知道我在飯店包了這個會議廳 然後我說沒關係 你幫我把這些沒有簽到名的人 全部收集起來 我在飯店重新再幫你們簽一次 我不覺得我當天有點衝動 我相信每一個人如果聽到自己的媽媽或爸爸被攻擊的時候 尤其是用那樣的字眼去攻擊你的家人 應該沒有人可以忍受得了 對 我們是藝人 但是藝人就該承受自己的家人被罵嗎 那如果今天我不去阻止他 或者是請他跟我道歉的時候 是不是以後這些人看到藝人 他就可以指著他的頭 罵他的家人 那我們做子女的這樣不覺得 都沒有保護自己的家人 我覺得這不是丟誰的臉 我是丟我家的臉 因為我家只有我一個小孩 我該站出來的時候我就應該站出來 保護我真的愛的人 保護我該保護的人 我不會因為這樣會影響到什麼 我反而覺得 我因為這樣子讓別人更懂得去尊重別人 其實最近羅媽媽的身體 比較微樣一點點 身體稍微 所以她特別拖我了 帶了一個東西來 什麼東西 看一下就知道 有些媽媽要不太敢跟你面對面的說 今天是你的大日子 跟你來說是你最特別的日子 有些媽媽要不太敢跟你面對面的說 因為你會覺得讓我 說媽媽很噁心 所以呢 我就請他們幫我錄下來 那媽媽想跟你說一聲 謝謝 因為家裡的負擔都是你在抗 真的很辛苦你了 辛苦了 你也不用說太常買東西給媽媽 因為要常帶媽媽出國 媽媽已經很好命了 你就少醉一點 不要太辛苦了 那麼最後媽媽要跟你說 媽媽真的非常非常以你為榮 你對我跟爸爸說的 你都做到了耶 我跟爸爸說 你真的 是多煩惱的一個寶貝兒子 比你還疼我 這是媽媽要跟你講的一句話 媽媽愛你 不要太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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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辛苦了 好可惜喔 媽媽居然這樣這麼重要的一天 媽媽居然生病了 不能來幫你加油 可是沒關係 媽媽在醫院會幫你加油 加油喔 真的要加油 我知道你行的 你一路幸福走來的 我知道你行的 加油咧 好可惜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家庭不一樣 那 跟家人的 擁抱啊 或者是親親 那些都是 作為一個子女 該做的一個愛的表現 但有些人不會這樣做 每個人觀念不同 那 我們家就是這樣 那有些人會用這樣的方法 用這樣的文字去扭曲說 你這樣就是 啊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我用我媽媽說了一句話 你小時候沒有喝過魔弩嗎 那意思是一樣的啊 嗯 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我來講 是不會太大的一個問題 只是 當有人 或者是網友 用這樣的文字出來的時候 媒體應該要懂得去 糾正 而不是大肆的報導出來說 有網友說這樣是 亂倫啊什麼的 你這樣不就是 告訴觀眾跟網友說 原來這樣做是這樣子的 你應該是用糾正的文字去告訴這些 網友們不應該用這樣的文字來 形容這樣的一個事情 2013年的演唱會 我覺得這是一種重生的感覺 因為2012年 充滿了太多的 懷疑恐慌恐懼 以及很多的傳言 那當2013年到來的時候的那一天 我在1月4號1月5號 舉辦了我的演唱會 五極限 那也是一種人生的開始 我覺得 我們就當作是這個世界 重新再來一次 那 很開心在2013年 你們看的第一場演唱會 是羅志強的演唱會 我希望可以在裡面 可以感受到很多正面的能量也好 以及歡笑 以及我想要表達的很多的一些 點點滴滴 在這個演唱會裡面 短短兩個小時裡面 去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希望你們可以來 來感受一下羅志強的五極限